好的我们继续请教在台北的王丹教授 刚才这个黄教授的评论是他认为这个美中台三方的博弈 他觉得大家都没有输 可能川普可能掌控的这个评议更多一些 不过我记得您在海峡论坛节目中曾经预测说 川习两个人第一回合的过招 可能习近平赢的机会更大一些 那么现在总体来看 从之前的川菜通话 川习会面到现在川普执政版日了 检讨目前的美中台关系 您是否还是认为习近平是占了上风的呢 王丹教授 我觉得我前些段时间预测 川习会应该是习近平占上风 我还认为我大概是猜对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从川习会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三点 第一个呢就是 后来川普连续发了几次推文 大力赞扬习近平 你说他是个好人啊 伟大的人啊 做了很多好事 简直到了吹捧的程度 我想习近平自己的脸都红了应该 大概没有人这么捧他 习近平自己都不这么认为 但是这一点啊 川普这样的称赞习近平 对习近平在接下来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 是非常有利的 不证明习近平是连川普这样的狂人都可以摆定 等于为习近平背书 我觉得这一点习近平当时占了上风 争到这一点啊 那么第二点就更明显了 就是川普本来说他上任第二天就要把中国列为货币的操纵国 结果现在他就说我又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操纵货币 我就不把他列为货币操纵国了 这个让中国在经济上啊 逃过了一难等于是 虽然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劫难 但至少躲过一些麻烦 那么我觉得这是习近平争取到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北韩的问题啊 那北韩的问题呢 如果美国想要用军事手段来解决 他是需要得到中国点头的 可是我们目前看到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几次讲话都没有点头 或者没有口头上同意用军事手段来解决 还是老话就调重谈 还是反复强调用和平的手段 也许中国会配合川普啊 做一些更大的经济制裁 但是在军事行动上 至少目前中国 美国没有能够成功的逼到中国松口 说可以采取军事行动 这点我觉得美国当然也是十分的 所以综合以上三项因素来看的话 我可以说就是川普赢了面子 他发了几枚65枚战斧导弹 吓了习近平一下 好像显得很威风 他是赢了面子 但是习近平赢了李子 总的来讲 当然还是赢了李子的人赢了 好的 感谢王大教授深入分析说 这个川普赢了面子 习近平赢了李子 究竟是不是这样子呢 稍后听众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 来继续的发表演的看法 不过上星期比较重要 有趣的一个话题的发展 就是说这个台湾总统 蔡英文跟川普 都在这个川普执政白日前夕 接受了路透社的专法 下面我们来听听看 两个人当时究竟是怎么说的 先听蔡英文的说法 我们当然期待在重要的时刻 在关键的事情上面 我们能够有机会跟美国政府 有更直接的沟通 那也不排除就是说 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 能够通电话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要看 整个情势的需求 跟美国的政府 他在处理这个区域的事务上面 他们的考量 蔡英文总统当时是说 不排除再次打电话 给川普总统来听听看 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 政防的时候 他是怎么回应的 我的难处是 我已经和习主席 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 我真的觉得他在尽他的所能 协助我们处理一个重大的情势 因此我现在不想为他引起任何困难 所以呢 我一定会先跟他说话 好的 刚刚听到是川普总统的回应 说他这个现在不想给习近平添麻烦 可能间接地排除了 跟蔡英文总统在通话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不会再有川蔡通话 请教学历 您认为现在 如果根据刚刚我们那样讨论的话 是不是好像这个 如果川普是个总统 他要来布置这盘渠的话 好像之前是 现在已经决定要全压中国 台湾好像逐渐是去优势 反而是习近平得到了利子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跟蔡英文的电话 我必须批评他 这个讲这句话的事情是非常 错的不能再错 川习会前 川普接他电话 是因为可以增加跟北京谈判的筹码 川习会以后 打个不严肃的比方 就好像三角关系一样 他们两个人正亲亲我我 你就慌了 然后跑去当中拽一脚 贵哥你不要忘记给我打电话 这样被打脸不是自找的吗 需要抛灭眼也要等到北韩危机告一段落 现在这种情况 随便哪个位总统都会到台湾 这么眼色的来求欢 都会很不赖烦的 所以只不过川普呢 他粗鲁一点 他不给面子直接表达出来了 但是川普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商人是不会把压宝压到 全压到一个篮子里 独徒才会这样 在中美关系发生本质的变化之前 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 始终在那里 美陆关系缓和 也是阶段性的外交手段 后期还要看北韩问题处理的如何 那上周的这个导弹 就是川普很恼怒 他会再给习近平这个施加压力 所以下一步这个 很大程度就看 看那个习近平的北韩的成绩 当如何了 川普当初说了一句话 韩国成绩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想他可能是在暗示 和习近平要搞定 甚至出兵北韩 但是习近平是 真心实意去解决北韩 还是敷衍奥巴马一样 敷衍川普 我们就等着看了 好的 谢谢雪莉 那王丹教授刚刚雪莉说 这个蔡英文好像不应该在 美中两国亲亲我我的时候 去提这个打电话不打电话的事情 那么中国的官媒 我们也看到环球时报 说这个蔡英文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 说不排除打电话给川普 又说要向美国可能买F35等等 是一种所谓的菜式浪漫 您认为现在这个蔡英文跟他的幕僚 是不是对川普之前是抱有一种 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么目前看这个形势的发展 他们又应该采取什么样新的策略来应应呢 蔡英文手中还有没有牌可以打 王丹教授 我这点跟雪莉有点不同的意见 那我觉得对蔡英文说要跟川普通第二次电话 这当然是外界的误解 没有这回事 这个完全是路透社记者诱导式的提问 而蔡英文的回答完全是一种假设性的回答 就像我这样也是过去常接触记者的 但是我不是在批评记者 但是像路透社很多报纸 他要抢独家 他要发一些吸引人眼球的文章 他会做一些诱导性的回答 除非你闭着嘴一句话不说 否则你只要张嘴哪怕说个啊 他都能跟你解释成表示不满呀 或者怎么样会去引导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所谓出现 什么蔡英文要求打电话呀 什么这个川普拒绝的事情 完全是路透社在其中为了他们做一个新闻而做的事情 跟蔡英文没有什么关系 蔡英文并没有表示说 他想跟川普去通电话 如果我们回去看 那台湾的总统府又公布了原本 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 当然新闻报道出来 外界不是很了解全部事实的 可能会有些误解 这是当然我们跟媒体打交的 确实要去小心的地方 总的来讲 我认为蔡政府的国安团队 目前来讲 我觉得处理的是比较谨慎的 就是我认为 对于他们现在的困境 就是无法解决 使得两岸关系能够更加接近 我认为这不是他们的问题 这是台湾人全体要去承受的问题 因为对于中国来说 要想缓和两岸关系 中共要求很简单 就是久而共识 可是不接受久而共识 这是台湾政党轮体的根本意义 对不对 选出蔡英文总统来 就代表台湾大多数民意 是不愿意接受久而共识的 所以双方在这点上是针锋相对 其实没有什么回旋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够使得两岸不发生这种热冲突 只是一种冷冲突 从这点上 我对蔡英文总统和他的国安团队 其实我是给一定相当高的评价的 我认为这个责任 不光是蔡英文的责任 就是这是全体台湾人民 都要面对的一个选择 你要选择久而共识 两关系就会好 你如果大部分台湾民意 确实拒绝久而共识的话 两关系谁来处理都不可能更好 那么蔡英文如果有 说他手里还有没有牌的话 我觉得当然还是有 我还是认为民主是一个牌 但我也认为蔡政府也不能 完全不做任何的反击 所以你如果拿出民主和人权来 比如说哪怕像马英九当初那样 对外喊话说希望中国大陆更民主一点 我认为这样的软式的反击 会让中共连回嘴的余地都没有 而且很尴尬 至少是有来有往 不会过于的被动 那么民主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一个普世价值 我想在整个西方社会 对台湾的观感上 对台湾也是有利的 所以从战略意义上讲 我认为除了打民主牌以外 台湾确实没有什么可做的 可做更多事情的空间 好的 先王楠教授 雪莉 川普呢就是他这个性格 就是商人性格 我认为他现在说他是机会主义者 但是我觉得说他是机会主义者 还为时过早 他是怎么样呢 机会主义者眼睛只看机会 心中没有主义 但是川普他青年时代表露的 李翔和他后来参选总统 都表示出他是有他的报复的 他的报复是让美国更加伟大 他的主义就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然后这个 他的这个外交准则 其实跟美国的一向奉行的实用主义 是没有区别的 这个 他的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台湾这次犯的这个 没有把握住的呢 不是他的性格 不是他这个商人的性格 就是错而反而的 而是就是外交的本质 国家利益 川普的言行虽然很个性 但是关键是这个美国的大原则 外交原则是没有变的 但是蔡总统呢 就是因为打前面那个电话 川普接到了 所以他很惊喜 他就这个就是说 就以为误判局势 认为川普会改变 在对台湾会有很多这个调整 所以他就这个积极求变 然后呢就吃了这么一个 就是说 所以是 如果您认为 雪莉认为说 之前那个蔡英文是没有把握好机会 或是打错了牌的话 那刚才王丹教说 接下来可以打民主跟人权牌 你怎么看呢 很快的 民主人权牌一直都在涨 但是 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 我赞同他继续打这个民主人权牌 但是你这个只是对中国大陆而已 对美国一定要打别的牌 好的 谢谢雪莉 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在现场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 那么首先想请教王丹教授 就是从这个川普执政的竞选的时候 到他现在就任了 到他现在就任100天了 他对中国的态度 可以说是有180度的大手电 您刚也提到了 那么想请教您的就是说 他造成他这个态度 对于中国态度大转变的原因 到底是因为北韩因素的催化 还是因为中国 其实在压保这个希腊蕊不成之后 对于川普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们知道 包括他的女婿甚至女儿 在中国都有很多的生意 还有您觉得 先前的这个海湖庄园之会 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是 坦率就我觉得 首先我们来说川普这个人 我觉得对川普抱任何的幻想 我认为都是错误的 那当然作为一个商人 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人 经商这种事情 大家都知道 一个商人本能的 他就会认同威权这种东西 对不对 那你员工太自由化的话 这工厂要怎么管理 而且川普的个性 你可以看到他过去的历史 他本来就是很反感自由派的 这本来就很反感自由主义 所以你让川普好像说在意识形态上 跟中共做一定的对抗 我觉得这种幻想 其实根本就不必有的 但川普的这种改变 完全换来换去 我认为跟川西会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这就是他的个性 他就是这么一个 第一他就个人 就是这么一个善变的人 但你也可以说他是实用主义 他自己说是灵活性 反正这就是川普个人特点 所以我认为第一 就是他的个人性是非常强的 而跟他谁见面不见面 他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这就是他的个性 谁见面 就是他跟他的父亲见面 大概也很难改变他了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川普的团队 实际上在川普现在的团队中的 分歧是非常大的 用句中国共产党的话说 完全就是路线主义的斗争 对不对 像以巴农为首的这些 保守的激进的右派 和以库什纳为首的 包括高盛邦为首的这批人 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是很大的 川普一会听听这个 一会听听那个 这个就是他善变的根本原因 说明他其实对什么 台海问题啊 北韩问题啊 我相信在这之间 他根本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 所以他大概就 一会听一下这个的说法 一会听一下那个说法 那么导致他态度这种转变 说起来也是他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 反正川普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就是他这样吧 那么这个川普他 虽然您对他有一些看法 但是他毕竟目前已经当选了 执政了 那台湾当然对于这个商人从政 也是有一些幻想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 鸿海的董事长郭台铭 他先前进出白宫两次 那么被这个媒体给注意到了 那么当然这个郭董 他就说他是去谈一些 生意上的事情 政治上的事情 他不便过问 但是台湾也有一些 劝禁郭台铭的事 您怎么看郭台铭 出来选总统吗 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有了川普 这样的例子 大概郭台铭 我个人判断 不太容易会出来选总统了 就是首先来讲 作为一个商人 你看川普当了总统之后 经济上 他其实损失非常大 他要跟他很多的 商业上的利益 去做切割 那么郭台铭的鸿海帝国 这么庞大 你让他把他 现在的所有的这些 都切割掉 在他还没有更好的 接班人的情况下 我觉得如果让郭台铭 选择总统和他的商业帝国的话 以郭台铭的个性 可把商业帝国 更有吸引力之第一 第二大件 不要忘了 鸿海集团 包括郭台铭的产业 虽然现在他有部分 要转移到美国去 但是他更大的 相当大的部分 是在中国 这样一个人 你说他如果当了总统 他连中国都不能去 或者他讲话 也要顾虑到台湾 对于中国的这种 很大的反对的声浪 他怎么会愿意卷到 这个汤这个浑水呢 对不对 他要当了总统 他在中国的产业 要怎么办 另外我觉得 台湾社会 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 一个商人来 来当总统 我也至少目前 看不到台湾整个社会 已经形成了一个 主流的意见 我觉得大家都很钦佩郭董 认为他很能赚钱 那只是钦佩他赚钱 一个人赚钱 和他赚了钱 能不能做好事 这完全是两回事 那么台湾社会 以我的观察 对郭董能赚钱 是很钦佩的 但对于郭董赚了钱 是不是能做出 非常多的好事 社会分歧是非常大的 那这一点 我想郭董自己 大概内心也会有考量 所以我不太认为 这个外界的这种劝劝 真的能够说服 郭台铭 是好的 谢谢王教授 那么继续想请教在华府的王雪莉女士 就是您觉得先前有一些观察 提到说目前在这个北韩的这个情势相当紧张的情况之下 那么美国当然是有各种的方法 希望中国能够出点力来抑制这个小老弟 那么您觉得有可能美国到最后会以这个台湾问题来跟中国作为一个处理北韩问题的一个筹码吗 我们前面说台湾是美国的棋子 其实北韩也一直是中国的棋子 奥巴马政府之前也一样想让中共去解决朝韩问题 但是一直做不到 因为他手里没有牌 两岸关系融洽的时候 北京没有必要拿北韩去换台湾 如果不是太阳化运动 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差 川普也还没有那么重的砝码 去要求北京用北韩换台湾 好的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 我们就立刻来接听电话好了 台北的黄先生您好 黄先生请说 黄先生请说 台北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当国防治理第二点 翻不转 翻不转 路转 总统一定要导致办法 跟那个习近平身心通话 第三点 改革不能前论 要向前一直走 现在台湾的弄震 实在是 那个总统 很 很善良 手段很软 应该让我加成手段强硬的改革 不能过特殿下来 好的 感谢台北的黄先生 不好意思我要请今天的 上半场的听众观众稍微简短一些 因为打来的听众观众很多 接下来上海的唐先生您好 上海唐先生 唐先生请讲 首先可能 大家都没有听懂啊 王毅说的是不允许单方面动武 不是不允许动武 那意思我的理解就是说 比如说美国要打朝鲜的话 可能解放军也要打台湾 或者是说 在这个 就是说打朝鲜的过程中 中美双方要做一个 很好的配合吧 另外买F35的问题呢 我觉得就是说 台湾现在要把退休金砍掉一半 很多人看老人就是都没办法活了 哪还有钱买F35呢 这个美国卖给日本韩国价格 都是两亿美元一价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用做了 如果买了的话呢 只会加速台湾经济破产 然后加速统一 好的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 台中的林先生您好 台中林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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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台中 我是林 请讲 美国总统习近平 美国总统习近平 台湾总统蔡元文 应该是要互相的体谅 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习近平那边是一个共产的国家 35年我就跟大陆那边 在国外已经碰过面了 所以我是支持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 你这比你自己要体验 那川普的话 谢谢台中的林先生 不好意思打断您 我们还没有还有一些 这个浙江的庄先生您好 浙江庄先生请简短发言 你好 我觉得是这样 他们两个所谓的总统 好像是两个小丑一样 把自己玩得团团转 当时习近平这个大独裁者 还是 我们中国人民还是这样没办法 谢谢 好的 谢谢庄先生 再接一位台北谢先生 就请两位来宾 给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台北的谢先生 抓紧时间 谢先生请说 喂 你好 请讲 喂 好 谢谢 北朝鲜如果听大陆的话 不发展核子四报跟飞弹四射的话 那大陆可以赚到中美的贸易 那对北朝鲜来讲 是不是一种吃亏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台北的谢先生 先请王丹教授 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 并回应听众观众 王丹教授 其实刚才观众很多的问题 我也没法回应 都是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是其中有一位 是好像上海的听众提到 就是他没有说 中国没有反对美国动物 但是王毅在发言的时候 其实也讲了很多 就是我们要 还是要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等等 我觉得这一点也要放到考虑里面去 那但是总的来讲 我觉得中美台三角关系 我过去就写过一篇文章 在苹果日报发表过我的题目 就是川普不靠谱 台湾要自强 我现在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我觉得台湾的安全与利益 不能完全去靠美国来保护 尤其美国在现在这个总统 在川普完全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台海政策的情况下 来依赖美国 我觉得是不现实的 那么海峡两岸之间 因为卡在九岸共识上 我也认为说不可能很快的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但是有的时候 其实过去邓小平讲过一句话 我认为还算是有些政治上的智慧的 他说有些麻烦你不去处理 也是一种处理的方法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台湾的领导人也可以想象这句话 好的 感谢王丹教授 雪莉 很简短的上班场总结 这点我不是太同意王丹教授的看法 外交战略要克首的一个原则是权力平衡 对于弱小政策权 再加在两个大国当中 那一方去对抗另一方的前提是 是他们之间已经有强烈的对抗 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合作已经超越了对抗 因此政府采取的外交政策是 清美 有日 和中 游走于三边之间 而蔡政府清美 有日 远中 甚至去中打破了这个平衡 等于说他自己丢弃了一边 主动放弃了自己可以用的一个筹码 把台湾完全置于美日之下 那美日中现在不是敌国 你在国际关系中这么明显的站队 不是自费武功吗 你如果是这样需要保护 越是要急于去抱大腿 越没有尊严 越被人看不起 越容易就被当作棋子 然后立完以后当作棋子 所以在大国博弈中 我觉得台湾应该要重新定位 审视自己对美日中的价值 在大 怎么说呢 要做棋子 有利用性价值不是坏事 被选做棋子也不是坏事 关键是要把棋子走活 而不是走死 好的 感谢雪莉 那么有关于川普执政白日来的 美中台关系的讨论 我们到这已经暂时的告一段落 我 我 谢谢大家